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來 剛剛 亮哥提到了 如果說 中國大陸這一次 跟中東地區的這種合作 能夠激盪碰撞出 太多你無法想像的火花 那麼中國自己也得準備好 對吧 你得準備好 我口袋裡也要有摳摳啊 你得準備好 隨時打開國門 歡迎這一些 中東地區國家 阿拉伯世界國家 給你的機會跟資源 對吧 所以現在 怎麼控制疫情 又不讓人民生活受到太嚴峻的影響 同時 促進經濟 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昨天正常發揮就告訴各位了 今天果然就發生了 好我們來看 美國在昨天還在酸 說 希望中國正確的應對新冠疫情 美方希望中國成功 好那毛寧 外交部發言人 就直接怼回去了 好說中國是新冠疫情發病最低 死亡人數最少的國家 也證明中國疫情的防控政策 是正確 是科學 而且是有效的 好那麼就在今天 中國國務院公布了十條的優化防疫政策 好大部分都是比之前更加寬鬆的 好那麼到12月6號 也有將近50個城市不再檢查核酸證明了 預計2023年1月 可能就會把新冠疫情回歸到椅類儀管的傳染病管理方式 好那麼甚至呢 北京青年報也提到大陸有多地呢發出了解封通告 很多的營業場所現在也出現了排隊的現象 不過我還是提醒就是說 當然解封大家都很開心 這個稍微放鬆大家很開心 可是包含未來 你的出行相關的應對啦 然後很多的核酸檢測等等 可能還是會造成一些不便 所以也要請中國大陸朋友 我想過去已經這麼配合了 現在稍微放鬆 有些限制 大家應該沒問題 真的一定要加油 真的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加油 那當然金融界也非常看好中國的股票前景 包含高盛 包含花旗 包含摩根大通 通通都直接在股市還有相關的指數上有了反應 解封慢慢解除管制 踏出國門 像亮哥講的 要跟中東談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國碰撞 大國交易 大國外交的同時 經濟 經濟很重要 所以習近平12月2號在中南海召開這個黨外人士座談會 他就提到了 明年的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 也說到中國經濟年均增長5%以上已經是比全球好了 儘管有新冠疫情的衝擊 那麼大陸海關總署也公布了前11個月外貿出國行星 我們來看前四大貿易夥伴對東盟成長了15.5%還是上升 對美國雖然吵很兇但依舊成長將近5%對歐盟也成長了7%對韓國也成長了將近5% 那麼甚至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合計的出口額度達到了12.54兆 上升了20%之多 所以我一直說這件事情中國一定會做 也果然在我們的預期當中 要先跟所有的中國大陸朋友 中國大陸的網友們說聲加油 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接下來所有的防控措施 讓中國大陸經濟能夠再次騰飛 你們好我們才會好世界才會好 就算美國也會好沒關係 一給大家好了為了大家好好不好 當然中國大陸現在步調很快 疫情經濟外交雙三管齊下 那美國可也沒閒著 我們來看就在北京的白紙運動 沒被搞垮的時候 怎麼蒙古又出事了 很巧啊各位 我們來看這12月2號 蒙古的首都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 甚至演變到12月5號 說是有群眾要佔領中央政府的大樓國家工 而這當中我們發現跟白紙運動有非常驚人的相似程度 當然這整件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經知道了 主要就是因為煤礦突然間消失了 有賣給中國大陸沒錯 但中國大陸有收到蒙古這邊沒有記錄 那麼錢去哪了 大概是這件事情 然後加上蒙古現在經濟也不好 又受到疫情的衝擊 所以讓人民受不了 因此起來反抗 這詳情案情我就不提了 因為我認為關鍵是他跟白紙運動 怎麼會這麼像 首先我們來看 爆發的時間點 巧啦 11月中旬 其實蒙古的反彈機構 就公布了30多名官員貪污 而且在抓人了 哪間公司跟誰都已經在抓人了 當時的民眾都沒有反應 過了半個月之久 突然開始抗議 怎麼那麼奇怪 怎麼那麼奇怪 然後我們之前講過了 這個白紙運動也是 其實習近平14號沒有戴口罩 出席G20峰會 就已經有人解讀 是解封訊號了 那個時候不搞白紙運動 非得等到11月底28號 才開始爆發白紙運動 是不是很奇怪 都是早可以發作的事情 但是都直伏到了一個時間點 所以我說這個白紙運動 跟這個蒙古抗爭 還真有那麼一些像 再來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 都是年輕人 怪了 通常年輕人對這種事情 比較無感 可是白紙運動 是年輕人占多數 連蒙古的反彈抗議 也是年輕人占大多數 這又是一個讓大家覺得 很巧的地方 而更巧的來了 為什麼11月爆發的貪腐 卻在12月才爆發抗爭 我們來看 就在11月底 蒙古總統才剛去中國大陸訪問 而且和中國簽訂了煤炭出口的專案 甚至中俄盟三國的合作 包含天然氣管道 包含了鐵路 打通了貿易的大動脈 在當時都有傳出 美國滿有意見的 我有意見 你不聽 難道顏色革命 在蒙古裡面發生嗎 這個白紙運動都不垮北京 那就在蒙古來搞顏色革命嗎 丁哥 今天其實群眾運動 正常群眾運動 本來就應該是年輕人發起了 因為特別是有牽涉到政治意涵的 通常都是年輕人 老人會走上街頭運動 但是你看到退休金那種 他才會上去 不然一般老人是不太容易 參與這種活動 那台灣也是一樣嘛 你看什麼太陽花 什麼紅棕秋啊 也都是這樣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是很容易被 就是只要大家都在講 什麼什麼不公平 什麼什麼 因為我們要上街頭 年輕人是比較容易鼓動 因為年輕人 血氣方綱嘛 比較容易這樣子 所以你說 中國大陸或是 蒙古的這些街頭運動 都是年輕人不意外 可是問題是 中國大陸這邊 他為什麼一直延遲 他還稍微有個道理是什麼 是因為烏魯木齊 發生了這樣的一個事情之後 一個火燒的事情 有人傳說 是不是因為他風控得太緊了 讓人逃不出來 他有個火苗啦 對 那等於說群眾的不滿的情緒 到那個時候才開始發生 那實際上大家都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不可能永久瘋嘛 所以他本來就是一個 逐步要開始降低的狀況下 可是降低的速度 可能沒有符合某一些人的預期 然後就爆發了 爆發的時候 當然也會有一些人進去煽動 這是正常的狀況啦 香港那時候搞這些運動 所以有一大堆外國媒體啊 一大堆美國的這些 所謂的無國界組織啊 什麼莫名其妙的組織 非移密組織NGO啊 對 全部這些NGO都跑去了 對啊 前兩天我還看到 吳明隆去簽了 跟人家簽了一個什麼 Spirit of America 這個美國精神組織 還想這什麼鬼組織 長了半天 也是一個美國政府支柱的 那個非政府組織 美國一大堆這種組織 就是他的宗旨上面就寫了 協助什麼全世界各國的民眾 發揚美國精神 這個非常奇特的一個組織啊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這些組織 進去搞一定會 那問題就是看你這個政府的 處置能力到底如何 然後還有民眾的怨氣到底如何 蒙古這個東西 他之前照理來說正常的情況下 是政府主動說了 有三十幾個官員升級的貪污 那照理來講 這應該表示這個政府 想要有所作為啊 不然正常的話 很多政府就擺爛 我們不管 就不要講啊 裝死啊 像我們台灣 你看蔡英文這六年來 台灣揭霸了多少避案 然後蔡英文政府都在裝死啊 不要講這個 講這個國安試驗案就好 混蛋東西啊 一個一個高升 一個一個媽升官 是啊 然後那個88招待所去的那麼多人 到現在請問一下處分了幾個 所以你看到政府刻意低調不想提 就表示政府根本不想處置這件事 這個體制沒有變 那蒙古政府它是 理論上來說 它是想要處置這件事 結果反而隔了半個月之後 發生明月 就很奇怪啊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第一個 蒙古相對來說 他可能一般民眾 本來對政府的訊息相對比較封閉 然後你這個訊息一傳出來之後 民眾突然間知道 原來我們的官員貪腐成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有旁邊人在煽動 你看我們日子多難過 這些官員多好 因為他們九年的時間 A了650萬噸煤 很可怕的數字喔 這個可怕是可怕的 還不是金錢的問題 而是那個 650萬噸是多龐大的一個東西啊 你到底怎麼把它送出去的 美國一艘航母的排水量不過10萬噸 對你到底怎麼送出去的 他弄了650艘航母 弄錯了 你就知道是多可怕的一個概念 怎麼弄出去的 對啊 那弄出去居然都被人知道 嗯 要等到九年之後才被發現 所以 突然之間這時候 情緒本來就會很不爽 一定覺得這個政府真的爛透了 嗯 然後突然之間又有人在煽動的話 就會爆發 這很正常 嗯 這很正常 可是我覺得蒙古人民要去想想看 九年表示不是現在這一屆政府幹 嗯 表示是前幾屆政府一路到現在 嗯 那這個政府還算是比較願意揭開那個匠缸 去聞一下那個臭味 嗯 那可是這個政府反而是被攻擊的對象 嗯 這個恐怕我個人認為 特別是 中國大陸過去其實 早些時候跟蒙古 共和國關係不是很好 現在這幾年逐步在改善 然後又剛簽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 如果按照民進黨政府的邏輯的話 我必須講外國勢力介入的可能性 非常大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那至於說 防疫這個事情本來 我剛剛已經講過 中國本來就是要走向 慢慢解封的路 全世界各個都一樣 但是最不應該說嘴就是美國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以世界先進國家來講 美國是防疫防得最爛 對 防疫情最早 死人最多 感染數最大 然後政府一籌莫展的情況最明顯 嗯 所以美國怎麼好意思 去冷言冷遇 我真的覺得美國真的是夠 真的是夠了 來進到十點鐘 我要感謝一下 我們這個線上非常多 中國大陸的朋友 剛剛特別提供很多訊息 但不只我們很多台灣 非常熱情支持 正常方面的朋友 也到了很多國外的網站 去幫我查了很多訊息 真的感謝大家 那最新的狀況是 習近平主席已經抵達了 利亞德 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 而且這一次的出訪規格肯定非常高 這個抖內抖兩次 節目還沒開始抖兩次 還有美美 謝謝 另外還有Yuyu 謝謝你 他說支持正常發揮 支持帥哥主持人 感謝各位嘉賓 觀點心意 天天長知識 謝謝美美 非常感謝你 謝謝Yuyu 感謝你 Yuyu也有抖內我們 美美又抖內一次 還有Amy 美美又抖內一次 美美再抖內一次 真的感謝美美 感謝美美 另外還有傅盛 黃傅盛這個新朋友 謝謝你 加入正常發揮的會員 感謝各位 還有Meng Yu 已經17個月的會員了 這也是老朋友了 我們現在線上有將近3萬人了 請大家繼續按讚 繼續留言 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關注 這個習近平這一次 造訪沙特的最新狀況 剛剛你看到的 就是沙特在習近平還沒有降落 就已經有6架沙特之音 來護衛專機 這次規格恐怕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待會再幫大家插播 來回到今天的節目內容當中 我們的這個台積電好了嗎 來我們來關心各位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對不起 不管我是一個中國人還是一個台灣人 我都非常不爽 我真的很不爽 拜登總統 我知道你贏了 你成功了 你可以不要爽 爽的這麼明顯嗎 你吃人可以塗一下骨頭嗎 你扒我的皮吃我的肉 吸我的血你把骨頭留著嘛 你別把台積電弄到屍骨無存嘛 來各位 我們來看 很爽 美國製造回來了 什麼叫做美國製造回來了 你都用台灣的人 台灣的設備 台灣的廠 去你美國做東西 就變成你美國製造了 甚至你看背後 還有一個 A future made in America 就美國製造的未來 還掛了一個大布條 拜登甚至還洗上眉燒的宣佈 美國製造回來了 哪裡寫著美國不能再製造業 再次引領全世界 哪裡 我們正在證明美國可以做到 各位這句話有多不要臉 我們是有這個傷掰對不對 來來我們聽一下 美國製造回來了 美國製造回來了 今天 TSMC TSMC 已經開設了第二大了 它會建設了第二次的 這次財產 建立了第二次財產 Phoenix 建造三燈子 三燈子 看 這些都是最順滅的 獨立的 獨立的 在世界上 這些 晶滅的 晶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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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去買了 晶滅 晶滅 現在 他們會帶來 的 這裡 可以 變 更新的 这是美国制造吗 这是美国本土的企业吗 这是美国自己投资 让他壮大自己研发 自己生产的企业 然后在美国做了一个 美国制造的东西吗 不是啊 他逼人家把人家的心血结晶 搬到他美国 在美国赔钱生产 或是少赚很多钱生产 然后他说这个叫做美国制造 还呛吓哪里看不到 他现在回来了 美国制造的未来 真的是太不要脸 甚至还半开玩笑 问这个顾客说 这个题目你在哪 他说这个顾客是台积电的小客户 只占了这样子的营收 还故意这样讲 明明最大的客户台积电 大概就是苹果 他还要故意说 只占了一点点而已 台积电你要对我们库克好一点 见不见 真的很坏 真的很坏 那我们来看 不止五奈米 现在美国真的是连皮带骨 要把台积电给吃掉 我们看从11月21号 到12月1号到10月6号 我们看看那个钱 不然从100多亿变成400亿 美金 台积电要去了 美国还不断的逼你加码 逼你加码 逼你开口说 5奈米要来 3奈米要来 2奈米 1奈米 全都要来 恶不恶值 甚至拜登还自以为 半开玩笑的说 我欠台积电太多了 这个我们伤害吗 应该没有 来不及对不对 没关系 来拜登说什么 他说 他感谢台积电 特别是张忠谋 创办这间公司 最特别的是 Sophie 就是张淑芬 这个张忠谋的夫人 他说 张淑芬在我第一次竞选 参议员的时候 是帮我工作的 所以我欠这间公司很多 我告诉你 真的欠很多啊 你来听一下张忠谋怎么说 听一下张忠谋怎么说 不要听什么魏哲家 什么王美花 讲干话 张忠谋说 地缘政治大幅改变 半导体制造商 面临的局势 全球化与自由贸易 已经死光了啦 而且不太可能再恢复 开始的浪漫 还有初期的兴奋 正在消失 还有很多艰难工作 待完成 你觉得张忠谋很兴奋吗 他一点不啊 全场就拜登 一个人在爽啊 然后看美国台下那些 笑到 你有看到姨母笑 后母笑 笑到你发寒啊 笑到你脚软啊 笑到你头皮发麻啊 因为他要把你生吞活泼 连骨头都不流 我跟各位说 不止 对不起张忠谋 你真的对不起台湾啊 美国 我给各位看几个细节 来 在这个宜迹大典 亚利桑那厂的厂区布置 你看布置什么 放了一个美国国旗 这么大一片 亚利桑那州的周旗 这么大一片 只有一个小小的台积电logo 上面还强调 这是made in America 我跟你讲 各位在整个背板上面 完全没有任何台湾元素 完全没有 整个会场完全没有 然后美国媒体坐前面 日本媒体站后面 台湾媒体在角落 这都是有图有证据的 还把台湾媒体安排在角落 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 不是拜登总统很差 很背哥哥 我看你是台湾自己很背哥哥 我们请大使 这个 这个我觉得比较震惊的 就是一百二十亿变成四百亿 我跟你讲美国这样做 还不够恶劣 最近今天的消息是什么 台积站在日本的厂业加码 也到将近八十亿 而且要伸转比较高端的晶片 台积电是有五百兆资产 是不是可以这样乱花就对了 美国其实不是 我觉得什么制造业回美国 其实不是 它真正的目的 是不能让台湾生产高端晶片 要让台湾从生产高端晶片 这个基地变成把它拆毁掉 你去生产十四奈米以上 无所谓 像高雄那个二十八奈米的话 你就去盖吧 无所谓 可是对不起 五奈米以下 不能在台湾生产 这才是真正藏在 那个匕首下面 那个地图下面 那个匕首 真正那个刀在这里 所以不是美国在抢 美国还叫他小心地一起来抢 你美国说 我是要制造业回流 那日本要需要制造业回流 请问一下 美国干嘛叫日本一起出手 今天的新闻 今天去报纸上看 日本人也加码 凶奔厂两场 真的太坏 真的太坏了各位 所以慢慢你就知道 这个图穷比键 就知道美国事实上 是根本不能接受 高端晶片在台湾生产 你说这个三奈米的 这个抢走两万片 一个月两万片 请问一下台积电 自己的产能多少 它那个南科的十八厂 能够生产多少 我看最高纪录 写的是四万五千片 那你就抢走两万片 你成为一半了 对不对 本来说三奈米要生产 现在又冒出个四奈米 也出来了 对不对 你看白登车 奈米他都讲不出来 太热了 你都是美国放消息 四奈米要来 三奈米要来 然后台积电就说 对了 所以台积电 根本就要变成美积电了 美国人做主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今天台积电那个总经理 魏哲家 魏哲家说 门都没有 门都没有 怎么可能 我只能跟魏哲家讲说 你不要以为你总经理 就由你做决定 你根本没有决定权 你在讲什么大话 我告诉你 美国明天告诉你 再来两个场 你敢say no吗 根本没有say no的本钱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张忠谋 还是心里面还在淌血 当然你看他说法 心里面还在淌血 因为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这么折腾 到最后都是什么 白忙一场 他没讲最后是谁赢 我认为最后 是中国大陆赢 中国大陆赢 你把这些 晶片的价格 做得这么高 对不对 你平均成本 你跟他提到 你台积电没有毛利了 大概一万是多少 本来是成本是 一万两千 对不对 给大家看一下 既然大使特别提到 对 亮哥给我的数据 台积电无奈米 一片市价是一万三 到一万四千块美金 一万四 到一万四 台湾厂的成本是六千四 美国厂的成本 一万一千八 你给他看看 这还没有包括 美国罢工的价钱 对 美国在面八八公 就是人家这样 谁要做行李 怎么做的 本来毛利60% 变成15% 对 一个不小心就赔钱了 这个一个不小心就出事了 一个什么灾害什么的 你就没钱赚了 对啊 我是觉得台积电 我只有张忠谋 看到台积电的未来 所以他这样忧心忡忡 我美国现在很清楚 就是这些东西 你台湾不能拥有 就是把你东移出去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 现在蔡英文应该召开一个国安会议 就是说台湾的关键产业 不行 已经没有了 大使不行 怎么办 因为他如果召开国安会议 第一个把自己抓起来 因为他就是造成这个 国家安全破口的元凶 就是他把台积电送出去 我们来召开国安会议 然后立刻就被抓走了 因为他就是破口不是吗 要不然起码把王美花给他撤职 让老百姓谢谢愤 让我们出出气 还一天到晚就说 这个没有的事 什么什么主力还在台湾 好啦 他今天讲是多少 台积电上次我看是 一年是 一月 一个月是120万片 好像 可是到底是属于高端晶片呢 还是什么 是14奈米以下吗 一个月110万 110万 是14奈米以下 包括成熟制程 包括成熟制程才这么多 成熟制程 现在很多 很多的报导在说 20奈米以后成熟制程 对不起 中国大陆全包 对 然后通通做成白菜价 你 你什么 什么联电 你这些 你这些台积电 将来这个地方 没有利润 对 没有利润 你的成本没有办法 跟中国大陆的厂 做竞争 对不对 那你剩下只有 14奈米以下的 这种所谓的 通通通去美国了 对 那你都跑美国了 看你怎么赚钱 你台积电还有空间吗 没有空间 而且美国 美国一定做的这样 好 将来Apple 一定用Made in America的chip 顾客讲了 他全部都要用 亚利桑那厂 选出来的 没错 所有美国的这些 厂商将来都是 Buy America 那你台积电 在台湾的这些厂 你说我现在还有 三万员工 有用吗 你东西没地方卖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张周某 已经看到这一幕了 这一幕你说会多快 我跟你讲 可能短则 三年 长则五年 所以台湾 这个过去 从这个李国鼎 孙云玄开始 苦心意志经营的 这个我们这个 晶片王国 现在已经开始崩塌了 不要再叫王美花 再说没事啦 没事啦 再给台湾人吃这种 吃这种镇定剂 我觉得就是 我们就 我们今天讲在这里 三年以后 我们看看台积电 是什么处境 五年以后 看看台湾的电子业 还剩什么处境 这个真的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 做一个见证吧 真的做一个见证 话题就来这里了 来我们请亮哥 这个专家 这个 苹果 我问了我一个朋友啦 他说今年 每个月 苹果跟台湾 台积电下单是8万片 今年啊 今年 每个月 每个月 一个月要8万片 可是我问你啊 这2万片 如果在美国做出来之后 就直接给苹果 那请问台湾是剩下6万片吗 还是还是维持原来的8万片 让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台湾的产能本来就是8万片啊 苹果本来在台湾直接买8万片 台积电 那我就是买6万片而已啦 那你2万片不就没了吗 对啊 这个就是尖纳使刚刚在讲的嘛 而且不止耶 那个一堆都说要跟美国这个厂 买干嘛干嘛的 就不止苹果耶 我的意思是 现场那么多的美国企业 我跟你讲 你如果在做生意啦 你本来是可以赚6成的毛利嘛 对啊 你知道成本只有6千4嘛 嗯 那结果现在售价是1万4对不对 嗯 那美国是 1万1800嘛 那 因为售价是1万4嘛 嗯 所以你是不是要砍价 你是不是要 台湾的台积电跟美国的台积电要打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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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单再抢回来啊 对 不然苹果为什么要买你的 如果你的定价 跟美国厂是一样的啦 嗯 那苹果当然是优先买 美国的啊 一定是优先买美国的嘛 没错 对不对 可是你 可是台湾的台积电敢去降价 他抢美国的美国台积电的单 我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 我只能够说就 就做生意来讲 他应该要这样做 是 对不对 他把这两个乱单抢回来 不然台湾的性价比是什么 对 没有啊 台湾的性价比就是可以比人家便宜嘛 那他 一样的品质嘛 美国卖1万4 我卖1万 对 那苹果要不要跟你卖 那我毛利还有四成啊 对 我是举例啦 嗯 那美国政府是不是会给苹果一些说 你要买美国货 嗯 那我其他地方给你好处 一定会 就是这样嘛 补贴一定 我认为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介大使那个判断就是说 最后你就会发现 未来的 5奈米以下的啦 除非你现在已经在台湾 自有厂了 嗯 比如说 我们本来有一个三奈米厂今年底就要开产了 嗯 就介大使讲了4万片那个嘛 嗯 对啊 没用啦 结果突然砍单变成1万片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开发制程慢了嘛 嗯 所以明年功过不需要 对 哦 那就这个厂已经盖了 那美国就不管了 嗯 反正你就在台湾嘛 那未来还会有三奈米厂吗 台湾 除了这一个厂之外 美国现在Face 2就要第二个啦 是吧 所以 未来台湾三奈米会盖第二厂吗 不会 就是问题 也没钱盖啊 所以有的厂搞不好都是产能过剩啊 对啊 那你再去想 魏哲家说台积电的两奈米厂 2025台湾要量产 对 你认为他盖得出来吗 怎么可能 哪有可能 你不要闹 你钱都拿去美国了 然后你就美国赚不到钱 我们假设他盖出来啦 那还会有两奈米的第二厂吗 不会 因为美国立刻就要了 一定是这样 当然 一定是这样嘛 干那完了嘛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有人在讲啦 说400亿 400亿不算多啦 因为台积电2022 2022到2024整个资本支出量 它的预计就是1000亿美元 什么 那这样已经 这样快一半 百分之四十被拿走了 对啊 你妈好了 这样还不多啊 这叫你去弄一个什么 三奈米厂 二奈米厂 你就没了啦 不是吗 对吧 当然是这样 对啊 当然是这样 疯傻啦 所以你要去算他的资本支出的现金有多少了 嗯 然后再去算这个美国如果越来越要求你要再优先买Made in America 嗯 那你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 超大 而且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个压力啊 我觉得这个是张忠摩担心的啦 嗯 英特尔只能做十奈米 那台积电第一个厂就做四奈米了嘛 对不对 人都都挖过来啊 所以是谁挖谁的脚 一定是英特尔挖台积电的脚 当然啦 对不对 搞不好这还是美国的目的咧 逻辑一定是这样嘛 那台湾人去那边待遇又 更差 比英特尔差 价又少 薪水又少 福利也低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台积电的人也是聪明人啊 当他去Arizona 了解一下当地的半导体的待遇 他可能一年内就跑去英特尔了 对 很快就跳槽了 没错 那你这三百个工程师一下就不够了 英特尔根本不用挖 只要美国的台积电 给台湾工程师比较差的待遇 人家自己就过去了 一定会挖脚嘛 对嘛 而且上班又比台积电轻松 对嘛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吧 没有啦 我是认为是多层的目的啦 那个 台积电也投资过华盛顿州 投资过新加坡 投资过日本雄本 你有看到举家移民的吗 没有 那为什么只有Arizona是举家移民 几百几百的去耶 是啊 为什么嘛 因为他要你整个生态搬过去 对 他不是要你在这边有一个厂 他要把你台 就台积电被美积电的意思嘛 就是这样啊 而且未来一定是整个生态都过去 不是只有台积电 对 你台积电如果要在那边盖那么多厂 那做无城市的汉塘要不要过去啊 当然要 什么都得过去啊 全部都要过去啦 对吧 一定是这样嘛 这样才合理嘛 那对美国人来讲 每个人都给你绿卡算什么嘛 对啊 哪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优秀 给你绿卡算好事啊 对啊 你又不是这个外面跑来的 你养一个半导理工程师要花多少钱 对啊 你没多少钱啊 应该要直接发公民的 我的意思就是对美国来讲 这么好的人才 哪里找啊 你绿卡算什么才多少钱 对啊 那钱还在台积电付薪水 而且 对啊 我给你讲啊 台湾付薪水 他还讲了一个数字啊 他说 全部都盖好之后会拼用一万两千人 对 对对对对对对 一万两千人 那你请问这一万两千人 有多少人是要从台湾去的 不知道 我觉得搞不好 都 大部分都是台湾来的 因为美国不会有这种人才嘛 高阶的你没有 低阶的你不做 当然都是台湾来的啊 不然呢 他是澎湖福峰喜来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 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 接着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对于你人体的氨基酸 就像是一种人体之间的 然后是一种人体之间的 是一种人体之间的 是一个本类的 是一种人体之间的